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进入军情急报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叫做3D模拟夺岛战役的短片 那么近期有关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话题 横扫欧美媒体投票 其中很多报道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展示的现代化作战装备 以及这些新型装备背后所反映出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而近期这个广受关注的短片视频 就是从民间的视角来具体重现出中国军事能力的进步 场面非常震撼 让人看得是热血沸腾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短片中的部分元素 也能以现实的部分装备一一对套入作 具体来说 这个3D模拟夺岛战役的视频 重要的看点还有哪些 在美国日本加紧新型装备部署 以及战略调整的程序之下 中国的军事体系能否有效遏制呢 今天军情急报 我们来重点关注 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今日表示 为配合在2017年设立统一指挥 陆上自卫队的陆上总队司令部的目标 将与驻日美军司令部 在美军坐监基地共同设立美日共同部 坐监基地位于东京西南16公里处 是驻日美军陆军司令部所在地 和陆军第九战区支援司令部所在地 任务是为驻防西太平洋的陆军提供战斗勤务支援 承担日本安全保卫和东亚安全事务 还负责同陆上自卫队的协调工作 据报道 美日共同部将有数十名自卫队军官常驻 负责日方和美方间的联络和协调 此次设立美日共同部 是为了加强陆上自卫队和美军的协作 以寻求美日对孤岛突发事件 以及大规模灾害的共同迅速应对 报道还称 防卫省在东京的陆上自卫队 招侠团地设立陆上总队司令部 是为了实现将分散驻扎在北海道 等共五个区域的陆上自卫队统一调动 让自卫队的行动更加激动化 据行 类似的组织已停在海上自卫队和防空自卫队组间 日本媒体分析称 陆上总队的成立 将有助于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协同行动 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 美日之间安全防卫指针也得到修改 日本自卫队原则上 可以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协同作战 然而 日本陆上自卫队五个方面队 各自为战的状况不利于与美军实现互联 因而需要设立统一的协调机构 建立陆上总队是日本方面制衡中国的手段吗 这种意图显然存在 因为日本通过陆上总队能够迅速动员部队展开行动 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御 我们还注意到 日本自卫队还派出了几十名军官 常驻这个机构当中 设立陆上总队这个机构还能起到哪些其他作用呢 我们来联系专家杜文龙 听他的分析 这个机构不大呢 意义大 从目前看呢 它可以让现在的双黄形的关系变成融合形 如果我从我这个角度观察呢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这种作用 第一呢 它弥补空白 第二的拉近了关系 你从弥补空白来看呢 现在所谓的美日共同部 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跟美军联合的一个机构 之前它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已经有了类似的机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陆上这个空白会弥补 如果现在把陆上的联合作战也进行实体化 才不用改进 那么今后无论是夺岛啊 应对陆上所谓的这些突发事件 这个联合就会进一步上升 因为毕竟沟通的方式和渠道会进一步增多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理解方法 有可能是一种现场办公和现场指挥 第二可以把关系拉进 因为所谓的联合共同指挥部 它至少能够做到几个共享 你首先情报信息共享 如果不同的这种侦查模态 把信息全部共享 这样双方知道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就为第二个决策共享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这种条件下 共同决策 共同指挥 共同行动 所以我想这两个核心要素 是建立所谓每日共同部 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根据专家的分析 每日共同部的设置 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未来战事状态 一个基本的可扩充的指挥所 也就是所谓的临时的前线指挥部 这也是每日同盟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度融合的表现 这针对的目标是谁呢 不用说 想必大家也能明白 近日日本自卫队和美军 共约4000人参加了 大规模联合登陆训练 正在美国西海岸的 加尼弗尼亚州举行 在训练第六天 两国部队进行了海岸登陆训练 据了解 此次是日美政府 4月修改防卫合作指振以来的 首次联合训练 美国国防部近期发布 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 阐述美军在亚太地区的 三个目标和四个着力方向 报告称 美国希望与中国在军事领域深化合作 寻求建立一种 以目标为基础的两军关系 报告称 亚太海上安全 涉及太平洋 印度洋 东海 南海等海域 美国在该地区的三个目标 是安全与自由航行 避免冲突和压制 促成各方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在增加军力部署方面 报告重申 美军将在2020年前 将60%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 报告称 美军将向亚太派出里根号航母 增派一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 三艘DDJ-1000型驱逐舰 两艘弗吉尼亚级潜艇 还将派遣多架F-22以及F-35战机 B-2以及B-52战略轰炸机 与英零术级等空中作战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 首批F-35战机将于2017年 太主日本严国军事基地 报告称 未来几年 395架F-35战机将进入美军国一 其中大部分将部署到亚太 在南海东海领土争端方面 报告表示 美国呼吁各方停止在南海天海造岛 同时重申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另一方面 美国声称 俄罗斯和中国好斗性的不断升级 古脚道楼计划 未来几年在欧洲和太平洋 增加大约50%的无人机使用量 而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 以及在南海造岛的行动 推动了美国在太平洋各地 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的更多需求 就在中国举行九三抗战胜利日大阅兵之时 美日却在美国本土的加利福尼亚州 进行两期登陆作战演习 其目标不说也明白 就是针对中国的钓鱼岛 近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段 来自于中国民间制作的 模拟解放军夺岛短片 同一个层面也反映出 中国军民们对解放军 越来越强大的期望 不过很多西方媒体 却把一个从民间视角出发 用虚构场景描述中国现代化 多战手段的一个短片 有意拔高到政治层面 实属过度解读 这个名为三地模拟多岛战役 中国军力全景展现的短片 时长是五分五十一秒 设置背景是20某年 某军事同盟网顾国际法则 标击海上冲突 并突然袭击我国多个沿海军事基地 赤平以中国沿海某基地遭到攻击开头 在中国多个军事基地遭遇敌方袭击以后 中国决定全面反击 摧毁敌方军事力量 以战促合 紧接着 在九月三日大阅兵中展示的第二炮兵 东风十五地 东风十六 东风二十一地 相继出场 同时 红六可以携带长剑二林巡航导弹 对敌方发起攻击 之后画面呈现出弹道导弹 万简齐发的壮观场面 紧接着 镜头转向敌方基地上空 弹道导弹的钻地弹头呼啸而至 而极数弹头则覆盖敌方军机跑道 防空阵地 多家停放在机场内 以及处于起飞状态的一次F22被击毁 一次爱国者防空阵地被覆盖打击 同时 反舰弹道导弹机动弹头 在躲过对方拦截以后 对敌方的航母编队实施打击 击中多艘水面舰艇 同时 海军093型核潜艇 则清扫了对方水下力量 尽管视频本身没有指明具体的敌人是谁 只是用某国外同盟 但是视频清晰显示了F22战机 在跑道上被导弹摧毁的场景 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将该机型投入作战的国家 最后视频还展示了 尼米兹级韩姆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被导弹命中的画面 再一次指向了主要有美军部署的武器系统 短片一经在网上推出 广收追捧 也迅速前路美国一些媒体 和分析人士的敏感神经 这是中国变相修肌肉吗 中国通过这段视频 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 诸如此类的问题 评线美国媒体 美国一家新闻网站 就此进入深入分析 认为这是中国有潜入深多个层面的信息的表达 尽管这个短片是由中国民间发布 但制作精良 展示了中国军队如何在一场热战中全面压制 并痛扁美国的场景 外界对这段视频的普遍看法 仅仅是一场中国放大招的演示 但隐藏在视频背后的讯息 远不止这些 还有的分析称 唯一能被中国军事打击到的 带空军基地的岛屿 恰恰是第一岛链的核心 重绳岛 无论是美国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 还是日本通过新安保法 美日同盟明显升级 美日两国都希望通过对周边安全态势 进行进一步的掌控 以增强他们主导亚太地区的能力 如果说这段视频只是反映出了中国民众 对于解放军的一种强烈期待 那么以保家卫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基本宗旨的 我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层面 又是否为与筹谋 进行了哪些必要的准备呢 8月25号随着中俄陆战队员 从不同方面全面向暗潭突击 派上联合2015-2中俄军事演习的重口袭 联合登陆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拉开战功 此次演习中中俄双方以运输机投送 支撑机滑架 装甲车泛水 登陆舰底潭四种方式 向暗潭输送两席装备和陆战部队 而我军长百山号林奇妖级两席登陆舰 所展现出的强大两席登陆作战能力 尤其抢眼它不仅可以起降直升机 进行垂直登陆 也可以放出两级战车 以驯为不给掩耳之之 向暗潭突击 真正实现了干事登陆跨远登陆 近日又有一艘新舰的国产 林奇妖级船物登陆舰 在某船场已登攻下水 这是该新舰的第四艘舰 目前中国海军已经装备了 998昆仑山号 999紧刚山号 989长百山号 等三艘林奇妖级船物登陆舰 在维护中国海上权益 沿海护航 国际救援等领域 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奇妖级船物登陆舰 最大排水量接近2万吨 是一款大型多功能 两席船物登陆舰 可以运载近50辆 各类装甲作战车辆 该舰也能根据需要 搭载2到6甲运输直升机 用于人员和部分登陆作战物资的 垂直登陆运输 如果需要 也可以搭载一定数量的 具有对陆攻击能力的武装运输性直升机 以及大约一个加强营的步兵作战能源 和其所需的武器装备 因此 该舰的舰造 使中国海军的两栖舰船实力 有了质的提升 中国海军面对未来的岛屿防卫作战 将更有信心和把握 与此同时 三艘中国海警船 近日再次进入钓鱼岛 12海里海域进行巡航 尽管日本海宝巡逻船不断发出警告 要求驶离相关海域 但这三艘中国海警船 依旧在12海里内巡航了大约两个小时 报道称 这是自8月26号以来 中国公务船2015年 在钓鱼岛12海里以内第24次巡航 有评论认为 中方此举意在向外界进一步表明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方在钓鱼岛中国领海进行巡航之宝 使依法行事主权 使中方固有权利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领土主权 日方对此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下周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包括冲绳机场搬迁 安保法案表决等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付出决断 今年秋天被称作是安倍晋三政权运营的关键时刻 与此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日本拉拢印度澳大利亚 试图构建亚洲三边框架进一步制衡中国 而美国也是越来越多的明确表示 有必要构建这一框架 亚洲的地缘政治领域正在经历转型 正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望战必危 我们热爱和平 但是也要准备好面对未来可能的战争 正如刚刚落幕的胜利日阅兵 中国展示大国思维与胸怀 也赢得阅兵外头的胜利 多元世界更需共识 重大命题更需智慧 中国有理由赋予更多的责任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